《约书亚记》第八章第21节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奪尿成 成终烟气飞腾,转身回去击杀崖城的人 牧师差不多等于social worker 的方式 所有教会是开始的,但石安就不是 所以我本来只是打算搞个财经班 最开始我其实没有打算搞教会 在后面我想说吴帝兄来到香港 说在这里就会开始一间石安教会 当时来清衣探我 他在祈祷预言 说到在香港会有一个石安教会 由你开始 我便凭信心就开始 但开始的时候我就避开了我沟通上的短板 我没有办法 就像很多牧师那样 加访完你,让你觉得我很关心你 我是不知道怎样做的 我也不知道怎样说的 我说什么让你觉得很顺其自然 很真情流露,让你觉得我很关心你 因为我父母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我从来没有长者关心过我 我怎样能认识得好 好像一个长者,很自愚 真情流露地关心你呢 我信了主之后,我是独自流浪 好像一只孤狼那样 去寻找我的信仰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短板 所以这几个人想起来,当年 玉珍师母好像带着个跟班 去探访其他教会 你认识一下,我回到这家博卿的 我回到这家官堂 你能够想象,当年展明 人家看到我的时候 这个想法 跟你们现在是一回事 他们要接受日华又肯转会过来 其实是很大的突破 突然间又闻闻闻闻闻闻 但我说起真理 就很有兴趣 我本身自慰,但我很喜欢 在真理上跟神的交流 跟神在圣经中的智慧去溝通那种感觉 想通了 就好像一种跟神 在历史上 在圣经上的真理那种认识 互相交流的一种感觉 所以变成了 但也是因为这样才发觉 我理解圣经跟世上所有人都不同 所有人是理解圣经 永远站在人的立场里 站在普罗大众的概念 你这段圣经 我用在普罗大众 这段圣经是否能 亲近到我这个群体 但不是的 我纯粹是我和神的 所以我找到的秘密 就真的是神的秘密 所以有效 永远的观点角度 跟所有人 所有牧师都不同 而原来圣经就要这样研究 然后 其实弟兄姐妹 这么同心合意 在这种方式下 神带你我研究的 也一定会有效的 这个就是 为什么弟兄姐妹在世上 这么同心 这么合一 他好像今次看回 他们AI当中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勤拉 他们那个video 最后列了 他们用红蓝机的时候 医治 然后用我这么多年说的 每一件事当中 他们医治的个案 证据 例子 只是一部 红蓝机 打沉你任何医院 你想想 你要这么大医院来做什么 我们一个红蓝机搞定 而且我们刚刚发布 还给弟兄姐妹知道 你其实可以同时 用几部红蓝机 不同研究都可以 我现在每一天用 这四五个月用的 是同时用十部研究 证明 同时用十个都可以 就是说你可以用 同时用肝脏 减压 消除肌肉酸痛 严症 都可以 就是说在这么多年当中 其实石安能够吸引 帝兄姐妹 其实一路不是我们的社群 其实一路不是你们的牧师 很懂得社交的 而是 石安真的被神带领 单是被神带领的 所有东西都是合作的 都是 头头尾尾在时空当中 都是最重要的元素 去组合了石安 所以帝兄姐妹自然会 心被因感下 在石安里面 他们会感觉到神 愿意付出 和容易经历神 原来这种方式 因为原来现在 如果组合了 我将我们教会 早年开始 组成的东西 全香港 我见过任何一间教会 最大不同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教会 很强调一个 太重 重得太紧要的 一个word 就是他们很重仁义 石安是完全没有仁义的 所以我们赢了 是的 约书下记第八章 第二十一节 约书下和以色列众人 见伏兵已经夺尿成 成中烟气飞腾 就转身回去 击杀崖城的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